我們剛剛這個REPT完成之後 這公司要記得慢慢要習慣這個操作模式 上面的資料編輯列 接下來請各位切到Lapt好了 Lapt這邊的話很簡單 Lapt顧名思義就左邊算過來幾個字 所以如果你要取這個文字 總共應該幾個 有七個字 要取前四個怎麼辦 當然第一個 請你游標放在C3 按插入這個函數fx 找到Lapt這個函數 L開頭的這個 然後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你就找 所以你要給兩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個他會跟你講說 你的TEST給我一下 TEST什麼文字 什麼文字 就這一串 所以你點它一下 他會把A3裡面的資料幫你帶過來 你可以看到 帶過來的時候 他會在右邊顯示 不過可能請各位特別特別小心一下 你點了他之後 有沒有看到 他這個資料 前後是有雙引號的 那你說老師 有雙引號跟沒雙引號什麼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如果你假設沒有雙引號是一個數字 可是如果前後有雙引號 他就是一串文字 那兩者在以色料裡面 他會被視為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OK 所以請各位要特別特別小心 因為這個觀念如果沒有的話 你將來會出很大的錯誤 OK 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前後有雙引號的話 它是個文字 所以它不能拿來做計算 因為它不是數字 OK 第二個 不能做計算 第三個 也沒有辦法比較大小 你說這個有沒有比另外一個還大 沒辦法比 因為它是個文字 所以不能比 所以假設以後如果你遇到這種狀況 你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什麼文字先轉換為數字之後 才可以做剛剛講的那些動作 OK 應該有觀念 那這個概念不是只有Excel才有的 其實在其他程式也一樣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們取得這個A3之後 那請你點選下面這個地方 第二個問題是Lumber應該是數量吧 Chars是這個幾個字的意思 所以這個白話意思應該是 你要幾個字啊 我要四個字 所以你輸入4就可以了 那4之後你會發現 它就會自動幫你取得前面4 可是暗暗確定 有沒有 3727 那這個3727 其實這邊看到的話 其實也是一串什麼 一串文字 OK 有沒有 3727 前後有雙語號 另外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結果 你說老師 那明明它是個數字 為什麼你說它是文字 跟各位講 真的 你不能只看表面 一定要看 另外還有個判斷的方法 就是如果假設它是數字 可是它卻靠左對齊的話 那它有可能是文字 OK 這你要特別小心 這個都是一些小細節 必須要知道 那你說老師 可是如果我今天 希望把它變成這個數字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我有沒有辦法把文字轉換成數字 如果你不會的話 當然有幾個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 直接問CharGT 有沒有 請問在Excel當中 要如何把這個文字轉換成數字的函數 請你告訴我 這是你可以跟它講說你要做 如果假設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直接乾脆自己找一下 我在旁邊第三數字的格這邊點一下 插入函數的時候 有沒有 你可以在一樣類別裡面找到文字類 那其中的話 你說老師 那我怎麼知道哪一個函數 它是可以做這件事 我跟各位講一個簡單的方法 有沒有發現你點一下這個函數的名稱 下方會告訴你它的作用 有沒有 ASC就是什麼 將全形轉為半形 然後這個Char是取得置圓 置圓級的對應位置 諸如此類的 但是跟各位講 剛好我們需要的那個函數 它很不巧的 剛好在最下面 所以你就把它拉到底 倒數第二個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Value OK 你點一下 仔細看一下下方 它這個函數主要能夠做什麼事 它有敘述 就是將文字資料轉換成數字資料 OK 原來是這一個 這很重要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你有這個需求 你希望把文字資料轉換成數字資料的話 用Value 所以我在D3搜尋這邊點一下 然後插入函數的地方選文字倒數第二個Value 按確定 接下來你就跟大家講說 請你幫我把3727的文字 轉換成3727的數字 有沒有看到 它幫你做什麼事 其實你仔細看右邊 特別是慢慢習慣 在Excel裡面請你看一下右邊 右邊是重點 千萬不要點一下 直接略過 很多人都不看右邊的 明明右邊就跟你講結果了 結果你都不看 這邊的話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看到前後雙引號3727的文字 下方得到什麼結果 就有3727的數字了 有沒有 前後有沒有雙引號 沒有嘛 對不對 按確定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value很重要 如果有時候你漏掉這個函數 結果一定不正確 這個還蠻常會遇到 按確定 好 那理論上當然得到的結果 你說這看起來不是一樣 其實理論上因為這邊可能 已經有設定好那個格式了 所以它至終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他得到的結果應該會是靠右對齊才對 因為這邊好像原來格式已經加上去 或者乾脆我們格式裡面有個什麼 清除格式算了 這邊有沒有一個清除格式 清除…這邊 清除在這裡 清除格式 把格式拿掉一下 我把格式拿掉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他就靠右對齊 有沒有 那為什麼要特別講那個對齊方式 因為如果假設你在儲存格裡面 沒有做任何的格式設定的話 假設是文字會靠左對齊 數字會靠右對齊 大概是個小細節 這個其實不是會很多人特別小心 但是卻是經常會做錯的地方 OK 底下這個是前兩個字應該會吧 插入函數 然後一樣用lapt 一般習慣類別你可以用最近使用 這邊有個最近使用過的 剛剛你用過會在這邊出現 你就不一定要從文字慢慢… 這邊有個lapt 然後挑這四個字的兩個字 按確定 他就取前兩個字了 OK 那底下有一道題目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如果做不出來 其實你也可以請tripe幫忙一下 OK 那這個稱呼裡面得到的結果是 請你幫我把性的第一個字 加上他的性別 性別如果是男生的話 那就加先生 如果是女生的話呢 就加小姐 那你說老師怎麼做 當然你第一個會把… 先取性的話是lapt lapt 他的名字的第一個字 這個應該有啦 可是後面的話你說老師要加什麼 理論上當然如果加先生是很簡單 點一下公司後面自己再加一個and的符號 and就是and的一個串接 那串接什麼東西? 記得加前後雙語號 串接一個文字 什麼文字? 當然如果你加全部都是先生 就很簡單 先生好了 有沒有你就加這樣 先生 and的先生OK吧 那打勾的話 這邊就無先生 可是問題你向下填滿就不OK了 為什麼? 因為他就把所有的人也都加先生 那女生也跟先生好像不符合我們要的 OK 那怎麼辦? 你說老師那不會啊 沒關係我自己一個個慢慢改 這邊給他改成小姐 這邊再給他改 如果是這樣的話 假設兩個還可以 假設這邊有兩千個兩萬個 你怎麼辦? OK 所以絕對不是這樣的做法 可是要怎麼辦?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如果不行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問題丟給ChargeBee看看 他有沒有辦法幫你產生這個公司 我試過啦 是可以的 你們不妨嘗試看看 我認為他再是說 還在那 多 我們也要啊 在這裡 看看 我在這裡 我 我 谢谢观看